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跟昨天相比 午後正雨的面積多了一點點 不過跟昨天相比不是不大一樣的 北部也下了一些雨 那現在來說的話 大家最關心這兩個颱風 天鵝跟這個閃電 今天的變化是持續的都往西走啦 天鵝是往西邊 然後我們這個 閃電是往這個西北邊 這兩個距離大概有2000多公里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並沒有什麼 牽扯的效應 不過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閃電 還是持續在增強當中 很有機會呢 可能有機會比這個早一點 或是同時變成是一個強烈颱風 這兩個來說的話 都是接近於 近似於一個強烈颱風等級的水準 風力是很強的 請大家多留意 那未來的情況呢 就看這兩個颱風的路徑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閃電可能往日本南方 海面接近 可能會有接近日本 陸地的機會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又有一點變速往北修正 東北修正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天鵝呢 是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 現在所有的路徑呢 大概都會明顯的一個90度轉彎 各位很難想像 這個90度轉彎是怎麼回事 通常很像都是人認為的走路 可以自己大腦可以控制 颱風呢 是沒辦法自己決定它的走向的 它是隨著大氣的變化 那剛好呢 有一個高空的朝線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朝線指的是說 比較水低的地方 台風往那個地方走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 周五周六的時候 剛好朝鮮位於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有一個明顯大轉彎的情況會發生 不過呢 請大家留意喔 這個是大家習慣會看這條線 但是你應該來看這整個範圍的面積 這個就是機率的分佈 事實上都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颱風來說的話 它到底 接近台灣附近的時候 它轉彎的時候 速度會減弱 減慢啦 它減慢 或是它轉向的角度 可能不是那麼剛剛好90度 那就會產生很大的一個偏折 這樣的變數是很大的 各位來看這個面積是很大的 請大家 多留意了 要有心理準備 你周末的活動 恐怕也會先 做好一些安排的動作 不限了要馬上做決定 可能你明天 到後天 甚至禮拜五再做決定都還可以 那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台灣還不受到這兩個颱風的影響 不過呢 明天開始 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恐怕就會有一些 變化啦 當然這個水氣午後陣雨可能會減少一點點 但是呢 其實上 就要留意未來的颱風如何接近 像今天來說的話 這午後陣雨 密密麻麻的 不過還好 這個雨勢沒有像昨天那麼的大 那未來情況 各位來看 就要看颱風的變化了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預測的情況 跟這個我們模擬的情況還蠻接近的 所以整個來說的話 整個颱風很有機會在菲律賓的東邊的時候 就有明顯的這個北轉的機會 北轉的機會 各位來看這個環境 那這樣的話 雖然說 不見得會侵襲台灣 但是它的暴風圈 事實上中心離這個台灣陸地是蠻近的 也不排除暴風圈員少過台灣陸地的機會 那這樣的話對東半部或北部 可能就有一些風雨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這個颱風很有機會往日本方向接近 等於是一個90度大轉彎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雨勢的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颱風如果假設這樣走的話 那當然啦 明後兩天 雨勢會 西半部的午後陣雨應該會減少 不過禮拜四呢 可能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因為颱風外圍水氣逐漸接近 禮拜五禮拜六 各位來看 這個可能就是東半部 可能就有一些雨勢了 請大家多留意了 西半部倒是不太受到影響 但是周五周六 可能在東半部就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因為這個地形的關係 颱風是這樣子 因為禮拜六的時候可能颱風向北上 所以東半部的雨可能就會相對的比較大 請大家要稍微多留意了 那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隨著這個颱風的接近 其實風也會有一些改變 各位來看 當這個颱風接近的時候 這個颱風其實 它接近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中路接近強的颱風等級的水準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當颱風 北上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一個震雨源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這個風速的這個層級來說的話 對於我們東半部都會有一些影響 等於說明後天開始可能會先有一點長浪 當時這個颱風開始接近的時候 可能對我們東半部的影響 風浪應該影響會蠻顯著的 請大家多留意 其實不是只有東部啦 整個我們沿海附近的海邊都要留意 那溫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會隨著颱風接近 會明顯下滑一些些 但是未來這幾天 下雨的機率都不小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有一些改變了 那南部也是一樣 下雨的機率都是比較高的 不過未來這幾天 隨著颱風接近 可能西半部影響的機會不會沒有那麼的大 我們最後給大家的建議 這個閃電颱風快速的增強當中 天鵝颱風沒有增強的像閃電那麼快 但是持續的往西前進 往台灣南部 我們在東南邊的前進可能會有一個 減慢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又在北轉 這個呢都有很大的變速空間 也就是說它的不確定性 是很高的 請大家多留意喔 這個很難那麼快就很篤定的 那請大家留意呢 週末可能會爆風圈會接近 或是碰觸都通過台灣東半部 請大家 隨時提高警覺 戒勝前程來應對這一次 可能颱風對我們造成的一些影響